澳大利亚的山火还在继续燃烧 这场持续了4个多月的野火烧掉的面积 相当于91座全球最大的城市 纽约市 有1400多公里的海岸线都在燃烧 相当于从东山省一路烧到长三角 简直太可怕了 我们不禁要问森林这是怎么了 去年的亚马逊大火刚刚让全世界痛心不已 而这才没过多久 澳大利亚的森林就直接以开挂的速度 把自己变成木炭 我看了一些分析 多半集中在今年澳大利亚的夏天初期的 干燥和炎热 全球变暖所造成的灾害性气候增多 以及澳大利亚短缺的消防力量上 这些固然是让野火蔓延的原因之一 但真正让野火存在的首要原因 其实并不在气候与生态 而是在社会层面上 让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出现火灾了 我们该怎么做呢 答案肯定是立马把它扑灭 越彻底越好了 尽可能的减少损失 没错 这是一个社会共识 在人类社会里面它非常有效 但如果把它放在森林里面 反而会适得其反 其实森林野火自故存在 它不仅不会伤害森林 反而会帮助森林塑造出 自己强大的自愈系统 曾经在低海拔 较年轻且干燥的森林里面 树木开放生长 有着较远的间隙 尽管野火常常会光顾这里 但都不会太严重 如果海拔往上走呢 这里变成了潮湿 并且寒冷的森林 树木的密度也变得比较高 但这里也不太容易发生野火 当然如果发生的话 自然也会更严重一些 不同种类的森林 它们的生长环境 以及野火的猛烈程度 通通作用在一起 打造出天然的火灾隔离带 从而防止未来 火灾蔓延至整个森林 再看看我们人类 是如何做出影响的 1910年 在一场巨大的森林火灾发生之后 森林火灾开始变成了 公众的头号敌人 于是美国成立了国家森林局 专门负责扑灭森林火灾 他们的工作 做的实在是太出色了 扑灭了每年发生在美国的 95%到98%的森林火灾 从那个时候开始 森林的主要塑造者 就不再是森林大火 而是对森林大火的压制了 同时由于伐木业的发展 许多经历过很多次 森林大火的古老而又巨大的树木 被砍发掉了 换进来一些新的 树皮狠包容易着火的小树 就这样我们的森林 开始变得越来越浓密 层层叠叠叠相互紧靠了起来 于是一处燃 处处皆燃 不仅如此 因为树木是紧挨着生长起来的 所以在很大一片区域内 树木的种类 尺寸年龄都很相似 这样疾病与病虫害都很容易爆发 从而导致大片的森林生病死亡 倒下之后变成 随时会被引燃的火药头 所以你看在森林火灾上 我们人类算不算功不可没呢 那么解决方案是什么 重新为森林引入 程度适中的火灾 比如有计划的焚烧 从而刻意的减少树木 以及掉落地面的枯枝败叶 在森林中清理出一片 已经燃烧过的区域 当然更好的方法是利用自然的手段 对于一些可以控制的野火 不必彻底扑灭 让它们继续烧下去 让森林自己变得稀疏起来 所以有的时候 过度干雨反而会亮败俱伤 大自然已经不止一次的教育过我们了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让科学更有趣